今次上晚佛子的念头是由一幅图开始的 因为我公司对出有个平台花园 望出去就会见到沙田报复山 即是现在图中白色建筑物的部分 而后面有一个红色金色的塔 那个是晚佛子的位置 在某一天的午餐时 在好奇心驱逝之下 我就上去了 现在我上去沙田万佛子 沿途起步的时候 梁旁都是这些佛像 现在去到我认为一半 就只有右边 左边可能是正在做 看刚才介绍 应该是有五百转的佛像 之前问过职员 他说上落楼梯 都是走这条路 大约一程是五百多级的楼梯 幸好楼梯没有心目中想到很大级 其实是比较小 所以就比较容易走的 从入口开始一直到万佛子 一边都是斜路 另一边是楼梯 刚刚我上去的时候 就遇到有职员 他们是用一些金属里大车 混一些饮品上去 因为上面都有一个小商店 有饮品 还有一些索封店 亦都可以证明 其实应该就没有车上去 只有这条路 是混了一些物资 或者是上去参观的人士 走的 今天很好天 南天白云 万佛子对出 就是沙田市中心 很寥闊的景色 哇 里面有很多个佛像 我这次第一次上来 墙 全部都是一个个的佛像 现在大开眼界 马上大开眼界 请不客气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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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